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学而思语文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杜牧的奇言绝句 下面请大家把书翻到第329页 来看这一页上方的这首杜牧的著名作品《博秦怀》 那《博秦怀》这一首诗呢,《注解1》里面直接点明了它的主题 叫做《辅警感事,有亡国之忧》 在之前的节目中间,其实我们也介绍过杜牧这个人 他还是非常的担忧国事的 非常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来报效祖国 同时呢,杜牧所处的时代,他又处于晚唐时期 那么在晚唐时期,其实国家的政治已经非常的败坏了 眼瞅着就有亡国的危险 所以杜牧呢,来到了秦怀河 这个非常有历史感的地点之后 想起了历史上的往事 再想想眼前的晚唐的朝廷和地方上的虎视眈眈的诸侯 他内心也是非常的担忧 所以就写下了这么一首忧国忧民范儿的作品 但是杜牧的忧国忧民 肯定跟我们说的杜府的忧国忧民还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首七言绝句的气质 依然是婉转哀伤又多一些讽刺的 是这样的一种风气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具体的解读一下 这首诗歌的写作的思路 注意这里面的读音 这个多音字我在这儿为什么要念龙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诗歌的平泽格律 这一句应该是平平泽泽,泽平平 那这两个龙字只有念龙的时候 念平生才可以符合这句诗需要的平泽格律 这是从格律的角度上来讲的 第二个呢,从古代的读音的角度 这个龙字两个读音 一个念平生,一个念泽生 但是念龙的情形非常的特殊 就是指啊,古代人在家里面 用来装衣服的那个衣服箱子 叫香龙 在这个情形中是念龙的 剩下的场合呢 念龙的情况会比较的多 而且这两个读音呢 在很多意义上都是平泽两读啊 就是读平也对,读泽也对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姑且就先念龙 剩下的字音呢 就没有什么太需要注意的问题了 那首先我们要注意第一句 烟龙寒水月龙沙 写了一个景色 写的是夜晚情怀河的景色 那么在这样的一句诗里面 它不仅读音上要注意 同时它的句型上 也是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中间 给大家介绍过的叫做户门巨诗 烟龙寒水月龙沙 实际上它应该合在一起来理解 就是烟和月亮 聋着寒水和沙 它只是把一句话拆成了两句 对照着说而已 所以其实这一句真正的意思 应该是水面上的烟雾 以及天上的月亮 一起笼罩着寒冷的水面 和水边的沙地 就是烟和月聋着寒水和沙 是这样的一个句型 所以在这个句型里面 你就会注意到 秦桓河边是寒冷的 是怎么样啊 是水气弥漫的 而且还笼罩着这么一层月光 今天我们在念笼罩的时候 都是统一念三声 笼了 对吧 所以这个水面上飘浮着烟雾 天上照耀着这个月光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面 是寒冷的水面和水边的沙地 这就是烟龙寒水月龙沙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又寒冷 又烟雾七迷的这么一种环境中间呢 作者就夜薄情怀进酒家 那你想这个天这么寒冷 眼前的视线这么的模糊 对吧 这么迷茫 不知道往哪去 那你说作者的心情会不会很好 当然不会很好 对吧 这个眼前的迷茫 这个笼罩着的烟雾 仿佛国家也是这么一种状况 对吧 然后夜薄情怀进酒家呢 就夜里面 我这个船没有办法开了 于是我就停泊在秦淮河边 这个河边上有很多喝酒作乐的这个酒家 于是我停船的地方 也是靠近着一个酒家 这个酒家不光是为了押韵方便啊 他还开启了夏文 因为夏文说到叫商女不知亡国恨 那么这个商女在住节里头 给我们写到叫 在商人船上的扬州歌女 这个地方我觉得写的太复杂了 为什么说这个解释复杂呢 是因为商女啊 你不要看他这个有个商字 你就觉得一定是商人女子 对吧 不是这样 其实商女在古代本身就是卖唱的歌女 这个意思 就是本身以才艺来表演 来换钱的 所以称之为叫商女 就包括说酒店里面 曾经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铸唱的这个歌女啊 就跟今天酒吧里面有人唱歌啊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商女 并不一定非要是在商人的船上 而且为什么非要在船上呢 你明明前面都说了进酒家 酒家里面也会有唱歌的女子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商女的解释 特别的复杂 多余了 其实就是卖唱的女子 不知道王国之恨 在江的对面 叫隔江 由唱 后庭花 后庭花的注解 我们必须要知道 它的全称叫 玉树后庭花 是南北朝时期 南朝 就是宋齐良辰 最后这一朝 陈朝的末代皇帝 叫陈书宝 陈后主 所作的这个乐府歌词 那这个玉树后庭花 当时就被人评价为叫王国之音 然后呢 他就非常的喜欢享乐 天天跟美女一起唱歌喝酒 不理朝政 最后就被人家给灭国 然后统一天下了 所以这个时候叫王国之音 就是这个唱歌的歌女啊 这个女子不懂事 他不知道这个后庭花是王国之音 他心中也没有王国之恨 他在江的对岸 依然在唱着这样的王国之音 但是商女不懂事 作者听起来 他就懂事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作者一听到 哎呀 这个王国的歌曲响了起来 他就不禁感叹 这些普通的人民群众 对吧 因为卖唱的女子嘛 她的地位是很低下的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国家的危难 还在这里唱着这样的王国之音 还在娱乐歌舞呢 所以这个时候 他内心的痛苦就可想而知 但如果你只理解到这一步 那杜牧所有的手段 你还没有想清楚 接着我们再往下想一步 那么是什么样的人 在酒家里头喝酒 坐乐的时候会点歌来听呢 在古代不仅商人的船上会干这些事 实际上歌女这个职业 更重要的是干嘛 是面对那些达官贵人的 只不过达官贵人家里面 他可能自己有养的这些歌女 他就把他们养在家里头 天天没事在我宴会上唱歌 当然也有一些呢 就在这种酒家或者叫酒楼上 在大摆宴席的时候 也要叫这个歌女来助兴 所以除了商人之外 作者真实的用意是 商女不知王国恨 但你们这些叫商女来 陪酒做乐的 这些达官贵人 难到你们的心中 不懂王国之恨吗 所以他背后还有一层 就是这些卖唱的人 固然不懂 但是这些点歌来听歌的人 竟然也不懂 这才令人感叹 这些人是谁 没钱的人 是没有办法在酒家里头 点歌唱的 对吧 所以这个听歌的人 才是作者真正要批评的对象 他不是批评这个商女没文化 你不懂事 这国家都这样了 你还在唱歌 他是批评那些点歌的人 你也不懂事 你明明知道国家已经如此了 可你依然在寻欢作乐 然后最后这一句 隔江游唱后庭花 你固然可以理解为 是商女在江的对岸 唱着后庭花 你也可以理解为 是南北朝的 陈朝的君主 隔着长江 他还在唱他的后庭花 他根本没有想到江北面的敌人 可能要打过来了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危机感 依然还在荒淫无度 不理朝政 所以这才是这个隔江游唱后庭花的 真正的深刻的含义 你仗着长江天险 你在这里寻欢作乐 对吧 你仗着这个皇上还没有倒台 这个国家还没有出事 你依然在酒家里面点歌作乐 就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可能才是杜牧真正痛心的地方 所以这里头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游唱后庭花 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感叹商女的无知 更是在为商女背后的 这些达官贵人的麻木 这些迟钝 没有危机感 这些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的 这些人而发的感叹和讽刺 所以这才是杜牧这两句背后 真正最曲折 最含蓄的这个意图 如果你只看到表面的话 可能你品味不出这一句到底好在哪里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解释清楚的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依然是回顾一下整首诗歌 烟龙寒水月龙沙 夜薄情怀尽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游唱后庭花 好时间关系 本期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